这个星期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群同样是愤怒的人 也选择走上街头 他们就是香港的摄影团体 他们抗议中共恶实地介入香港的法治 跟民主的自由运作 这里面最主要的起因 就是香港一个新的年轻的政党 叫做青年新政 他们有两位成员刚刚选上了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不过在宣誓过程中被指为无效 虽然立法会的主席同意让他们补行宣誓 香港的法院也目前正要进行审理 哪知道中共的人大会却迫不及待 在11月7号就强行介入 而且宣告了结果 他们说基于香港基本法 这个宣誓是无效的 而且也不能任何补宣誓 换言之这两个人的立法会的议员资格就此解除 这个来自于北京的命令 法院在香港还没有判决 北京就做出了判决 令香港很多民众非常的愤怒 绝对违反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因此开始走上街头 同时发生一些混乱的冲突 当目前整个情况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 不过我们注意到了 今天正是国父诞辰150周年纪念之日 而中共方面则高调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纪念大会 其中习近平还非常引用了好几次国父的遗言 表示中共的统一是绝不能让步的 这番强烈的言辞显然是说给外界来听 也显示对于香港这次事件的发展 大概期待中共让步 那是绝不可能 不说话没表情 两千多名大律师神穿黑衣 从香港高等法院到尊省法院 一路从白天走到晚上 这是香港司法史上 律师人出最多的一次承诺抗议 这股无声力量为的是抗议天前 中国人大强行释法 干预香港司法 给律师站出来超过万名港人 集体占领中国驻港最高机构 中联办的审在地 西环 雨伞对抗盾牌 几名对峙长达三小时后 正冒警察半夜四面包夹 再上群众通洒 浇浇水 强行驱离 凝固的地道是这个情况之下 将冒给你们将去推爆航空 人群中这两个人非常显眼 他们就是这次抗议的导火线 香港青年新政的议员 梁颂恒和梁慧珍 而整件事早在一个月前 以埋下火种 也是香港新科议员宣誓的场合 但轮到梁颂恒上台 他竟然脱稿演出 可以把China念成China 在亲中派超过半数的议会里 他公然歧视贬低中国 还在背上披着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 招批再高港度 他还被控处犯宣誓的抵打竞技 态度轻浮 藐视议会 梁颂恒议员 你这样做我是无权为你监制的 监视人原想给他第二次机会 但梁颂恒没在听 前同党女议员林慧珍 又来一次 变形更夸张 Being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Zina 连赵口念还对誓词自行加料 甚至口出脏话 在这个宣誓里面 用上很侮辱性的字眼去侮辱中国人 用上粗口 我觉得这个真的令人非常非常愤怒 宣誓本概念出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金钟职守 遵守法律 连接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结果两名年轻议员 针对誓词加有添醋 让中国很不高兴 七天后 他们再次重入议会 要求重新宣誓 我已经裁定了 裁决了 就由丽晶议员 梁仲恒议员 是不能够来参与这个会议 清中卖主席除了宣布收会 更使出奥部 可以离席 让会议留会 最后两人下离现场 宣誓究竟有没有效 南部人还有没有议员资格 10月3号香港高院裁定审理 判决结果还没出炉 中国人大去抢在四天后 11月7号 透过程序直接释法 在依法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 中央的态度绝不含糊 绝不手软 所谓释法的法 指的就是中国治理香港的这一套 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基本法 每触及港独议题 人大就要来解释这套法令 强硬要香港人遵守 这回已逝第五次 其中第104条 讲的就是香港新科立法会议员 该怎么宣誓 但仔细瞧中国人大的这场 反对人大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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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诉讼案 本来都该交由香港法院审理 必要时在最终判决出炉后 才向人大申请解释 强硬释法被港独批示 核弹杀麻烦 要不听话的人 滚出议会 反倒在释发后第10天 有慧珍和梁颂恒 受邀到台湾 用自己的力量去走进这个选举 来试图改变这个社会 无法进入议会殿堂开会 两人多达13名的助理 也禁止进入立法会 连办公室也不得 齐门而入 只是到时香港法院的判决 如果和中国人大有益 还听谁的 必定又会掀起 尼泊论战